哈囉,我是艾倫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一個東西喔 這個是Has and Bae的寵物帳篷 我寵物朋友那邊ㄎㄧㄤ來了一個 哈哈哈哈 然後 咳咳 友情,友情 友情工商啦,友情工商 對 反正都ㄎㄧㄤ來了嘛 然後我就馬上去給我們家的貓咪試用 呃... 我們家的貓咪基本上是非常挑創的喔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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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說呢 他就是一個看心情 他想...他想睡哪就睡哪 所以我們家到處... 呃...應該是說貓咪這種動物本來就比較... 本來就比較... 比較隨性一點吧 他...他...我們家所有人的房間都可以睡 對,他想去哪就去哪 那我試了一整天 呃...應該說今天已經是第三天了吧 他...他始終... 不...不進去... 帳篷裡面 我沒有想說 嗯...他應該會喜歡有這種... 有這種...安全感的... 的...的...的... 小空間 比方說像紙箱啊之類的 他很喜歡躺在紙箱裡面 但是呢...帳篷他... 卻... 一開始卻一直不領情耶 而且...其實這個... 這個...這個帳篷他有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他的那個...枕頭... 枕頭... 非常的柔軟喔 像我自己都會覺得... 他有點像那種... 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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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懶人...懶人枕的那種... 那種... 躺下去會凹進去那種材質 就很舒服喔 然後再來他的... 他的帳篷 其實也蠻有質感的 很大一個 就是... 布呢... 也是不太會洗毛球的 像...這個... 我聽... 我朋友說他的那個... 布已經洗了一年多了 都不會壞耶 都不會壞耶 連毛球都沒有起 算是蠻厚...蠻扎實的材質 那...這個其實是蠻適合小停犬跟... 小貓來使用的 大家就使用看看吧 那我目前呢... 我目前... 成功的哄騙... 我們家小花進去一次 那... 一開始我們家的小花是完全不領情的 再熟悉了兩三天 他才會進去裡面 呃... 呵呵... 對... 那我們算是給他一個小小的空間啦 那裡面的話 枕頭的材質就比較像那種... 懶人枕的材質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的 因為他的手感非常好 非常親膚很舒適 呃...這個產品其實還不錯 只是他的價格就是... 稍微偏高了一點 要賣4900塊台幣 那...畢竟做工來講的話 算是蠻扎實的 也稍微可以接受 那如果你們看膩啦 家中寵物的房子 不妨也可以試試看這款 哈斯蘭的被 的寵物帳篷 那...可以去試試看給你們家的小朋友 試試看 那...我是艾倫 我們...下一次見 掰 一邊看 呢... 也... 過崩尾